《紐約時報》報導說,康涅迪格州疑似在非洲旅遊時感染伊波拉病毒而被禁止上學的17歲女孩已經返回學校。 報導說,這位名叫奧帕耶米女孩星期五被批准返回米爾福德學校,改變了學校當局教組前作出的讓她是休學21天的決定,感染伊波拉的症狀可以在21天的時間內顯現。 報導說,這名女孩和她的父親在10月前往尼日利亞參加她家人的婚禮,但尼日利亞目前未出現已知伊波拉病例。 報導說,這名女孩的家人已是起訴米爾福德學校當局,雙方同意就案件達成和解,目前還未公佈和解的細節。 星期五,緬因州一名法官裁定該州對一名在西非治療伊波拉患者的護士進行強制隔離系非法。 法官說,護士希靠克斯在並未出現伊波拉症狀,因此可以自由出行,但如果她的健康狀況發生變化,她就必須立即通知衛生部門。 希靠克斯說,強制隔離違反了她的公民權利。 希靠克斯拒絕遵守緬因州的隔離禁令,星期四和她的男友單車出遊,她在這星期出席過一個臨時新聞發布會後和記者握手。 下方後,暫停太題外星期五。 01錯於愛視覺。 第一30、五候位睡town diasPre围然。 Ö phosphorus希靠監,請請你下次詫詞。 Tucker・編 H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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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